大家好,我是金家仁 又到了金家仁每日專題時政 今天這段影片的內容我想做很久了 為甚麼呢? 因為這段影片我所說的主角和集團 是很厲害的 曾經是中國首輔 亦是中國商場界的第一名 還有被譽為國內的電影業大王 他曾經豪然說 我的樂園會在20年內超越迪士尼 我相信說到這裏 大家應該 大概知道我是說誰 沒錯,就是黃建林 黃建林 他是很厲害的 他曾經很多年成為了中國的首輔 但是 人有三衰六王 他利害到西班牙買的地產項目 以及收購了 用了26億美元收購了 AMC 就是一個 美國的電影品牌 到了 國內 創辦了很多的曼達樂園 他主打的是曼達廣場 但是他做了很多其他不等待的業務 是很好笑的 為甚麼 因為這些業務 和外國投資 到最後的結局 有傳聞是這麼說的 被習弟親自下單 在五、六年前 要求他把 無關痛癢、無用的項目 賣走、套現 然後把錢給國家 因為他有傳言 王健林 他現在的法家智庫 其實背後 和習弟的家人 是很有關係的 到了最終的結果 到了2020年 他就最慘了 當時他已經被傳出 可能將要破產 還有 整家人都限制消費 尤其是他的兒子 當時他的兒子根本是二世祖 大花童 玩女主播、追求女生 還扔了很多錢 拿了他父親 十億開了一些所謂的製作公司 去贊助一些國內電視台的綜藝節目 懂自己的 旗下 所謂的製作公司藝人 即是網紅 拿了十億出來洗 當中 吹的有多少和實際洗的有多少 我不知道 但確實在國內的一個綜藝節目 叫做 奔跑罷兄弟 曾經我也是這個節目的粉絲 不過是韓國那個 王思聰真的上了節目 和帶他旗下的女兒 去做嘉賓 當然 我說的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因為沒有看過 這段 那麼輝煌的歷史 其實是2015年、2016年的時候 到了17、18年 整個家族 都已經是走下坡 有多走下坡法呢 其實就是2020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 他已經傳不成功 記者就這樣寫他 說他消失了100多天 黃建林已經從 富翁 變成了富翁 即是負債的負 到底黃建林在2020年的時候的負債 到底是 數字有多大呢 當時無論是國內 和香港的傳媒 都是這樣寫的 2020年的時候 我真的 看到很多不同的商場 很蕭條 是真的 尤其是曼達集團 好了 然後 從那段時間開始 他就不停地變賣資產 首先就是 在疫情期間 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是甚麼呢 是遊樂園 和電影院 即是對於曼達集團旗下的項目 為甚麼 因為如果你要檢測 要核酸 那些遊樂園聚人的地方 就不能開 營業不了 是不是 遊樂園是做甚麼生意 遊客 沒有遊客你怎麼做 接著就是電影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深圳現在很多中世營的電影院 有些還在苟然殘存地開 究竟有沒有生意 我也是很懷疑 因為真的沒有人 到了最後 曾經豪然 20年之內就要超越迪士尼 他要超越迪士尼是上海迪士尼還是香港迪士尼 我不知道 但到最後曼達 那個遊樂園 給了誰 賣了給 融創 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時融創用了700多億 接了很多曼達的項目 包括酒店 遊樂園 諸而處女 老實說到最後 融創也被捕捉了 大家都明白 融創現在也危危符 是不是 融創危危符的原因 是因為他 不停去買一些 負資產 是別人不要的東西 真的 例如邱浩 融創買了很多這些東西 未來有機會我都會說說這間 好了 黃建林曾經 在外國買了很多不同的資產 剛才我都說過 在那段時間 不停的 蝕讓出售 是沒有一間賺錢的 是沒有一單有盈利的 到了今年 五月的時候 已經 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前中國首富黃建林 延期還債 準備大舉裁員30% 這宗是2023年5月19日 當時他因為一份對賭協議 因為珠海 雙管上市失敗 如今正 和銀行商討 延期還債 亦為了達成了延期的項目 所以 他就說了 我會炒30%的人 只是說 有沒有做 後面好像沒有 其實到了今年10月的時候 無論是我的網友 或者我自己看到的資料 都不斷跟我說 他不行 他上不了市 他玩完了 他在香港上不了市 當時對賭金額是三百多億 他又吞出來 我今年去了國內很多不同的地方 大家也知道 我經常會去萬達綁長度充電 我在說國內的充電車 無論是廣西 深圳 又或者廣州 我去到哪裡都好 今年我都去過武漢 我都會經過萬達廣場 有鎮時 都會進去充電 上一年2022年我去了南洋市 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萬達廣場 全中國大約 有四百多個 有些會很蕭條 沒有生意 例如廣西那個 廣西萬達廣場 人氣極少 商店大約開了六七成 但很奇怪 整體來說 都是由人租 而且廣西那個萬達廣場開的地方很偏遠 所以大家要明白 那麼偏遠的地方 都有人 去 承租 即是租舖營業 我覺得 也不是很差 而已 還未至於死得曬 好像2022年 我去到南洋的萬達廣場 都很火熱 很多人 延安的萬達廣場 都很火熱 很多人 所以 從 幾年前 我覺得他可能 臨當 到我親身去看萬達廣場 那個火爆程度和人氣程度 我發現 不是很差 而且 越到一些三四線的地方 萬達廣場的人流 和出租率 越多越高 我說的數據是我親身去看的 是很真實的 所以 你不用質疑我 你可以走到國內自己 周遊列國 走走走 是不是 當然不是說國內商場 都是這麼忙的 其實全中國 整體來說 我個人估計 大約有30%的商場 都很冷清 而且這些主要是沒有名氣 偏遠 或者是 細型的商場 好像 深圳 鑽石廣場 是甚麼 金家人 我拍過影片 大家可以自己找到我的頻道 現在和我拍片時 鑽石廣場的樣子都是一樣 是一個比較小的廣場 但它的位置絕對不差 在哪裏 南湖派出所 隔離 安全 右邊是甚麼 金剛華 有湯水石 有人流有人氣 很多香港人 是的 但整個商場撿了 電影院也撿了 為甚麼 因為 因為國內的經濟 現在罪人 只能夠罪到 某一點 沒有 那麼多人流 再擴散 是沒有的 跟以前不一樣 但我周又列過去看 曼達廣場 罪人的能力 和雙鋪出租率是很高 那間店有沒有賺錢 有沒有賺錢 不關萬達事 最重要是有租收 對吧 所以出租率高 就沒有問題 好了 現在由首富 變成首富之後 其實大家的 目光 注意焦點在哪裏 究竟他會不會破產 受不了 而 現在涉及的所謂對賭協議 只不過是300億 坦白說 我自己早就已經判斷了 究竟能否行 剛才聽到我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他絕對是可以 度過這個危機 而且他真的 有錢賺 為甚麼 因為我看回所有資料 說真的加上我自己親身 看回商場的日記 我相信資料裏寫的東西 他說他一年的租金 現在整個整體 中國曼達廣場收的租金一年 120到130億人民幣 這是非常穩健的 你不要說他負債多少 我先不管 李嘉誠 他後期如何發達 就是靠收租 是嗎 這很重要 你無論欠銀行有錢 譬如他現在欠銀行六百億 但他每年的租金收入 有百多億 再加上其他投資項目賺到的錢 可能有八五六億 其實沒有問題 即使你欠千億也沒有問題 只要你這些收入是真的 你這些負債便可以慢慢還 但他不是 他現在是 要向一些投資人士交代 他有些投資項目 涉及的金額是幾百億 而他的流動資金 又是 只剩下幾百億 究竟 他能否通過這一關 因為他的對賭協議的結尾 其實在10月尾就結束了 現在已經是12月中 我等了很久 究竟他死不死 在這裏我就告訴大家 12月12日 曼達集團官網發佈一則公告 事關市場極為關注的 珠海曼達上市對賭危機等問題 據曼達集團官網12日公告 泰文集團 PAG與大連曼達 雙管集團共同 宣佈簽署新投資協議 泰文將聯合其他投資者 在其2021年的 投資贖回其滿市 經大連曼達雙管集團 贖回後 對 珠海曼達 雙管 再投資 沒錯 就是他的投資者 你可以說他是背後的金主 這間投資的公司叫做泰文集團 或者叫泰文投資集團 他再投資 曼達就沒事了 現有的投資人於2021年8月 對珠海曼達相關的投資額為 380億 人民幣 其中泰文投資的額為28億美元 即是他差不多佔了一半 因為大約是 28億美元等於 180億人民幣 現有投資人在源頭之安排中 享有到期贖回權 雙圈的東西 當中他們達成什麼協議 我當然不知道 利潤 純利 很簡單 給我26億美元 到期之後 我要得到 當初協議中的回報 你能否做到 做不到 我便拿回所有的錢 再加上利息 正常的投資就是這樣 但如果 對你沒有信心 當然不會再投資 現在 我們協議內容是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這件事 就過渡了 沒有事 而且 泰文投資集團 再投資 泰文投資集團會不會是外資 我是有點懷疑 但我沒有時間去查 究竟是一間什麼公司 但無論如何 用美金投資 這間的背景 應該也不少 好了 意味著 海豬萬達雙管寡港上市 最後限期來臨之前 萬達的上市對賭壓力已經消除了 什麼意思 很簡單 香港上市的計劃 應該是 無質疑中 上市 股票也未必有人買 香港現在的股市有什麼環境 是不是 再加上 你在國內上市 毫無意思 根本無論香港和國內的股市 都是一潭死水 而萬達唯一值錢的資產 就是它的租金 坦白說 這個泰文投資集團 如果想著靠集資 然後賺一波 現在不用想 其實去到今年後半年 從 八九月開始 他們應該都明白 你上賭市 批了也好 你未必 是集資到你想要的錢 或者透過股市集資 賺錢 未必可以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承接 沒有人願意買你的股票 所以 泰文集團應該 和 黃建林 達成其他協議 我相信 是由 他的租金下手 和萬達廣場下手 萬達的對賭危機源於上市前 多間機構的巨額投資 據招股書披露 朱凱曼達商館的機構投資人包括鄭裕和家族 碧桂園 中信投資 螞蟻集團 騰訊 泰文投資集團等 22家 22家加起來 只有380億 坦白說 這些財團 真的很給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 碧桂園 騰訊 螞蟻集團 全部都是受國家控制 泰文投資集團 我未聽過 現在碧桂園出事了 其他那兩個就是鄭裕同家族和中信資本 這些全部都是 根本就是國企或中央控制 所以你一聽就知道 如果國家不想 黃建林倒塌 他怎麼會倒塌呢 明白嗎 所以我剛才的重點就是 泰文投資集團 這180億 因為如果他不是國家所控制的 是私企或外資 好了 現在 就要看回他的態度 而且在投資人裏面 他佔了近乎50%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 肯再投資 其他有中央背景或受中央控制的企業 一定會繼續投資 22間 根本就是看泰文 投資集團的態度 現在沒事 完全安好 坦白說 有些網友 跟我說覺得他會倒塌 我一直以來都不發聲 為甚麼 因為我覺得他不會倒塌 因為我看回他現金流 他有300多億 我很驚訝 2020年傳到他快要破產 資不抵貸 很多資產都不值錢 要賤賣 確實是賣了很多 但是他現在手頭上還有300多億 而投資 投資方 出的資金都是380億 大家都明白 他的曼達廣場是值錢的 我剛才說了一個重點 讓大家知道 他的收租的數目基本上是真的 我講了很多次 我講了三次 變成 這就是他的底牌 他的底牌和你搭訕 我每年收100多億 我是收租大王 而曼達廣場 在全國大約有480多間 今年開了12間 近乎有500間 做生意 看看你的商場有沒有人 和 出租率 你這麼多個商場 500個只要有700成是賺錢的 你就可以 有一個很大的籌碼 跟別人談任何協議 黃建林可能在早幾年之前 學乖了 真的修心養死 專門做好 那個商場 做好的曼達商場 就不搞 其他那麼多事 當然 做商場當然想上市 對不對 但為何一直都不能上市 是有很多原因 其實 背後欠債的率 是很誇張的 不是我們所能 看的表面 看到 他可能欠1000億 剛才說過 甚至乎 欠超過 1000億 但他和恒大不同的地方是怎樣 恒大沒有收入 他是一個空心老官 但現在曼達廣場不是 每個廣場是賺到錢 但為何他有這麼大的負債 是因為他支持那些白痴投資 以及 你興建曼達廣場 也要成本的 而且就是曼達廣場旁邊的樓盤賣得不好 他才有負債 但很有趣 你開了一個曼達廣場 其他不同樓盤的人就走進去消費 所以變成中世營的 商場廣場倒閉 而曼達廣場有錢賺 為甚麼 因為他有名氣有品牌 所以現在 就沒有問題 因為他有名氣有品牌 所以曼達廣場就不怕沒有生意 剛才我提到黃建林之前賣產 有很多負資產 賺不到資產 一直陸陸續賣出去 那是否真的賣 其實是真的 為甚麼 因為他在公告中也有提到 曼達電影公告說 黃建林準備把 他持有的北京曼達投資限公司51個補權 轉讓去上海如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這間 叫北京曼達投資限公司 其實是持有曼達電影 基本上是華視權的公司 你轉讓出去 就等於把曼達電影賣了 記住 曼達電影在國內的市值 271.3億元 當然你說值不值 我當然覺得不值 所謂的曼達電影在做甚麼呢 在曼達廣場 有個位置讓你開電影院 你說他有沒有電影製作 我不一定聽過 所以國內很多企業 無論賺錢也好 虧錢也好 所謂的市值 其實你聽完就只有淡笑 不值 還有就是怎樣 現在除了曼達電影賣走了 其實王健林是很聰明的 所有的曼達廣場都不是100%持股 每一間的曼達廣場 其實他都是指股權的形式拆細出來 找其他不同的投資人 投資 所以 他只不過是一個管理人 一個品牌 其實商場裡的利益 好像分餅仔 分了很多家人 以這個股權的形式去分配 還有就是 他很喜歡暫時窮郡的時候 將曼達廣場的股權 當錢轉來轉去 例如2023年10月 有一間風險投資的機構 叫大家保險 曾收購了上海周袍曼達廣場 還有就是大連曼達商業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也將他們擁有的 上海曼達廣場置業有限公司的股權 轉讓給一間上海加星管理 諮詢合伙企業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簡單 當王健林沒有錢的時候 他將 不同地方 曼達廣場的股權 用來還債 用股權轉讓的方式 還債 這樣便可以度過危機 我都說過 曼達廣場 他唯一的底牌就是造金 只要把這些股權轉讓給人 他借回來的錢便可以抵消了 那為什麼 王健林這三年還可以存活 其實就是用這個高招 所以我說他現在真的不是首富 但他還算是一個有錢人 原因就是他頂得住 你問我 我真真正正有一億身家 是現金錢沒有負債 我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真的 一億在國內已經很有錢 你說香港 以前的香港 十年前的香港 這些億萬富豪都很大壩 這些億萬富豪 但在國內不一樣 國內那些真真正正沒有負債的億萬富是極少的 你現在看到 一萬達集團一持有的現金樓 他說有三百多億 再加上那些股權可以賣來賣去 以及 現在投資人說繼續再投資 我亦覺得是 國家命令 變相了 黃建林 現在已經走出了困境 我絕對覺得 他是沒有問題的 在國內的富豪榜 他會慢慢慢慢 逐步攀升 這一個 就是我對他的真實看法 如果大家以為我做了這段影片 就看這個標題 說到他很糟糕 不好意思 是標題黨 其實他真的走出了困境 他現在只要安分守己 聽黨話 跟黨走 請多些人 就好像碧桂園那些公管 自動減薪 反貧 共同富裕 未來他和他的家座 在國內 絕對會有好日子 這段影片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